在《假面骑士龙骑》的故事中 有这样一条特殊的设定 那就是专属的武器卡 即使被他人刷卡使用 也不用担心武器的丢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上次蛇叔变身战斗时 他随即刷卡融合降临 将三只契约兽融为一体 随后融合兽一口龙盘 瞬间将三人击飞数米 不料蛇叔刚想乘胜追击 黑暗侵入者就突然现身 面对眼前凶残的蛇叔 连纵身跃向侵入者的身体 并将其转变为摩托车型 可蛇叔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操纵海瑶的七月兽 直接与生存叶齐应当 最终这场战斗的结果 以双方不分胜负收场 但此时令子恢复清醒 想起了蛇叔弟弟的事情 好在连在一旁打掩护 表示弟弟看透了蛇叔 选择逃离蛇叔去生活 然而此后的一段时间 令子都在反复地思考 蛇叔是怎样实现越狱的 以至于坐在一旁的大姐 认为令子是想要跳槽 于是大姐拿出旅行券 以及各种福利招待员工 此时待在家中的北纲 由于上次伤到了手臂 他命令吴郎身穿正装 代替自己去洽谈客户 等到吴郎离开家中时 珍思带上准备的小吃 刻意向北纲表示慰问 同时劝说他不要战斗 可北纲完全没有听进去 反而以无法行动为由 故意骗取珍思的同情 让珍思做免费的劳动力 经过数分钟的劳动后 北纲的仇家突然到访 仇家表示现在的北纲 千万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否则下次伤的就是腿 不料此时尽忠传来声音 眼看尽怪物盯上三人 北纲立马和员工珍思 紧紧盯着离开的仇家 毕竟北纲作为一名律师 如果有仇人意外身亡 那么警方的怀疑对象 就会落到北纲的头上 然而在两人跟踪的途中 北纲突然让珍思停下 他表示有不在场证明就好 但珍思一直战斗的原因 就是为守护人类而战 于是珍思再次开车追赶 结果由于开车速度过快 反被北纲的仇家发现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令子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搞到蛇叔逃跑的录像 随着他的反复观看 令子在播放的录像中 看到了奇怪的身影 此时追踪的北纲与珍思 遭到三位仇人的毒打 然而尽管是伤痕累累 但珍思依旧想守护他人 于是两人随即出发 成功在垂头杀袭击之前 一脚将垂头杀踹回镜中 随后两人立马完成变身 并赶往进世界对决 不料两人刚刚到场 就遭到垂头杀的狂轰烂炸 这时北纲抽出重击卡 可是由于手臂的问题 他只能让珍思使用 珍思一听那时相当高兴 结果自己召唤的武器 居然落到北纲的身上 接着北纲果断火力输出 珍思立马刷卡防御降临 可随着猛烈的抛火袭来 武器还是在北纲手中 这时北纲抽出契约降临 珍思见状想要拒绝 但他突然想到好主意 于是他刷卡七约降临 召唤七约兽庞然巨扭 随后他直接推开北纲 并借助七约兽展开防御 接着珍思刷卡重击降临 两人迅猛了一颗火弹 瞬间带走进中的垂头杀